尹熙月执政满一年 韩国大胆向前一步 加强与美同盟一边倒 深度捆绑美国 尹熙月究竟得失几何 朝鲜半岛复杂敏感 韩国外交政策将如何改变 安全态势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方卫视的 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5月10号是韩国总统尹熙月 经过了鱿鱼游戏大选 就职总统一周年的日子 那么这位韩国第一位 没有国会议政经历的总统 从政仅仅8个多月 就坐上了总统宝座 一年来他面对的是 韩国国内矛盾丛生 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局面 那么这位以政治素人身份 上台的总统表现究竟如何 他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绩 又在哪些方面引发了争议 在世界发展的十字路口 他将带领韩国 在变乱交织的局势中 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和历界韩国政府开展均衡外交相比 尹熙月执政一年来 主要实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 无论在东北亚地区问题 南海以及台海局势方面 还是在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等领域 尹熙月政府都跟随美国主动捆绑 上月 尹熙月借韩美建交 70周年之际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为期一周的访问中 尹熙月与拜登举行会谈 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及联合声明 同意升级美国对韩提供延伸威慑 同意扩大韩美核危机磋商 增加半岛周边美战略资产部署 包括部署战略核潜艇 声明还提到拓展韩美日三边合作 其实早在今年三月 在美国撮合下 尹熙月政府不惜在历史问题上 做出大幅让步 以谋求改善韩日关系 在六成韩国人不赞成的情况下 宣布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赔偿 二战日本强征韩籍劳工损失 尹熙月还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 迅速访问了日本 除了示好日本 尹熙月积极迎合美国的做法 还包括多次发表挑衅中国和俄罗斯的言论 在访美前夕 尹熙月抛出所谓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类似 反对依靠实力 单方面改变现状等荒谬的涉台言论 在中美之间公开选边站队 虽然尹熙月此次访美得偿所愿 却被国内批评为屈辱外交 认为韩国正逐渐成为新冷战促进者 实际上尹熙月上任一年 支持率一直低开低走 据韩联社报道 民调机构盖洛普近期的民调结果显示 尹熙月的施政好评率为31% 差评率为60% 受调查者给予差评的理由 包括外交不利 未能有效处理经济民生和物价问题 以及劳工问题处理不当等 去年2月8号大选的时候 尹熙月在美国知名的期刊 《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韩国必须大胆向前一步 那么这篇文章当中他说 韩国不应该再困于朝鲜半岛 而是应该尝试成为全球性的枢纽国家 刘老师 在这个方向上 您觉得一年来尹熙月 他的目标达成了多少 应该讲他走出去了 特别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第一就是说 参加了北约的一些会议 参加了七国首脑会议 那么和美国的这一次 美韩联盟70周年 他也提升了他的等级 12年第一次国事访问 那么和日本关系也打开了 所以这一点来说 就是说和西方关系的密切程度 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这个枢纽的角色 你觉得他是达到了 但是他这个定位本身是有问题的 韩国就是一个中等国家 但是你应要到西方七国里边 去扮演主要作用 然后和西方国家 上同样的调门 发挥同样的作用 那显然是说不到 所以这一点它是高估了 只能说有一个象征性的作用 所以他现在这个国家 基本上是进入了一个 我们讲plus 比如七国plus 或者是这个印太跨的plus 所以您觉得主要的问题是 他的这个定位 其实他自身的能力 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即便做得再好 也是达不成他的问题 对的 OK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 当选一年来 大家都看到 他和前总统文在寅的风格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相比于前任的话 我想问一下 腾建群老师 你觉得他的执政成绩如何 跟前任相比 他的最大特点又在哪里 最大特点就一边倒 从现在来看的话 他尽管想成为一个地区的枢纽 全球的枢纽 但是他才对政策来看的话 很难使他实现这个目标 毕竟在这个地区 如果做枢纽的话 你必须左右逢圆 你不可能一边倒的政策 那从他的整个一个执政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跟 之前的文在寅政府比 还是跟周边国家 所以这种他的执政 不管内政外交 他都显现出 他自己的这种 一边倒的政策 一边倒战略 是有缺陷的 腾老师这观点非常有意思 一边倒是做不了枢纽的 好 我问一下全晓星 因为你一直关注韩国 那么韩国的民众 对他的内政外交 又是怎么来评价的 给他打几分呢 因为首先我们说到 韩国的外交的话 那么韩国的外交 它是一直以来有关键词 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做四强外交 一个叫做安美精忠 这是一直以来 韩国所秉持的两个关键词 那么四强外交就是 韩国因为深知自己的 一个外交力量的有限 所以说就将自己的外交力量 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 美国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四个国家 叫四强外交 那么在文在寅 就前任政府时期 那么也提出了一个 新南方 新北方 两大一个地区级的 一个外交政策 然后所以说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韩国一直以来 是通过在一个地区 将自己的定位 把这个地区中心国家 在一个定位之上 而且进行一个 就是整个的外交的 一个平衡之数 与此同时呢 说的安美精重 也是安保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这不仅是文在寅政府的一个认知 也是韩国一个主流舆论 甚至是韩国一个政界的一个普遍 对于韩国外交的一个总体认知 那么相当于其实尹锡悦这个上台以来 对于外交政策一个很大的修改 它的一个偏向性是比较强的 而这样的偏向性 它能不能够为韩国 带来一个真真正正的利益 而不仅是一些价值观上的一些口头上的利益 我相信很多韩国民众也是抱有一种 怀疑性的态度的 三位刚刚都重点都在谈 这个枢纽国家这个点上 贡献于自由和平繁荣的全球枢纽国家 好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国内政策先放一遍 它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上 相比于前任几位总统 一周年的时间 刘明老师觉得他的动作大不大 他最大的这个你觉得做法 到底是这个对日关系 还是在对美关系上 您怎么来评价 怎么突破的 它这个外交呢 重点现在是美国 其次是日本 那么这一点应该讲是明确的 那么隐屈政权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第一 过度的宣扬民主自由价值观 以民主自由价值观 这个框架去套这个对外外交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他和中国 和朝鲜的很多问题的处理 他又遇到了困境 所以这是他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韩联盟 应该讲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但现在他还要进一步发展 他有相当部分针对中国和朝鲜 文化也是如此 那么科技现在要脱钩锻炼 供应量的调整 那也是和中国有关系 包括这个芯片4 CHIPS4 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讲 它的现在这个联盟的发展当中呢 应该讲是更多的过去讲 是针对第三方或者针对第十方 所以这是他的现在战略联盟当中的 一个重大的困境 您提到的是困境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动 他是对美国进行了 为期七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12年后再次受邀 去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总统 也是他第二位受到拜登政府 国事访问待遇的外国元首 这个规格还算是比较高的 那我想请滕老师 给我们解读一下一些细节 你觉得哪些细节 代表了尹熙对于这次访问的 这个重视程度 首先说他出访之前呢 做了很多功课 比方说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言行 对中国的一些言行 就是要刺激他周边两个大国 那么同时呢 跟日本呢又做出一系列的示好的 甚至呢在一些历史问题上 做出了有背于 有背于韩国民众心愿的这样一些表态 那么这种表态来看的话 又显现出尹熙 他其实心里面非常清楚 他就要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走 那么去之前呢 要搞一个投名状 所以拜登给他这个国事访问 这样一个待遇 那么他必须要有一点回报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的话 其实在这个比方说26号 这个举行的晚宴当中 他还唱了一首美国派这首歌 显示出他的唱歌技巧很好 那么一下子把那个拜登总统给惊了 所以这些准备来说的话 也是一些小细节方面体现出尹熙 现在呢 就是要一门心思跟着美国走 其实我们看一下尹熙 他的执政风格 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来说的话 他的身段非常柔软 内心呢很坚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表现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呢 我觉得最主要 他现在应该认定 韩国要在地区作为大国 或者成为全球的枢纽 那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跟美国搞好关系 或者是呢 借着美国这条船出海 他把这个赌注呢 全部下在美国这边 其实也在之前 在文在寅政府期间呢 也给了韩国很多 这个比较实惠的东西 比方说导弹主权 那么在这个文在寅 这个2021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美国就给了韩国导弹主权 就是过去的话 韩国发展导弹都受到了美国的限制 比如说射程只能800公里以内 那么远了之后不能不能发展 但现在来说的话 尹夕悦想着借此呢 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就要从美国那里 拿到更多的好处 今年是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签署 双方确立军事同盟了70周年 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我们知道尹夕悦这个上台之后呢 就深度捆绑美方 那么在这个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想先问一下全晓星 你觉得韩国民众 对他的这些做法认可吗 首先就是从我们 就是这次韩国就是尹夕悦 他无论是访美还是访日 就所做的这些承论 发言来看 其实这是有背于 韩国国内民众的一个普遍认知 尤其是对日这一块 无论对于历史的让步 就是对历史问题的一些让步也好 包括在对美的外交过程当中 像面对IRA啊这种很多的法律 就是他就是所做的一些让步 甚至是默不作声 再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像那个在美前夕 对于这个签密事件 那么在就是签密事件 监听 对监听事件 那么韩国国内也一直是有一个 就是抗议的声音的 认为尹夕悦为什么这么软弱 甚至是从美从日 有这样的一些批判什么 那么从我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观察来看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尹夕悦 个人想差异化的一种手段 因为我们也知道尹夕悦政府 他其实上台 他就是依靠着一个 与文在寅政府的差异化 就我与文在寅政府 不同的在一个面貌上台的 而在韩国国内 确实也存在着一批 对于文在寅的政策 不满的一些民众 那么对于尹夕悦来讲 他要如何展示 他与文在寅政府的不同 我觉得外交的这方面 是和很大的一个差异点 那么刘明老师怎么看这一代 融入这个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是尹夕悦的终极梦想 那他为什么要做 这样的一个选择 文在寅就是有一点 过度的与朝鲜发展 这个亲密的关系 合作关系 想解决朝核问题 那么这是尹夕悦 这些保守团队上台以后 他的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说韩国的外交 不能完全以朝鲜为主席 不能让朝鲜牵着鼻子走 不能成为朝鲜的人质 要突破这一点 韩国作为一个中正大国 你要走出去 就是说我不能完全关注朝鲜 困在半岛上 虽然半岛是分裂的 它的国家并不是一个 统一的一个正常的国家 虽然朝鲜在不停地核岛发展 但是对于韩国来说 它不能用这种 简单的合作对话 绥靖的政策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要用强硬方式变化 这是第一点 就是要跳出以朝鲜为中心的外交 第二 它对世界大局有个看法 这个看法和他们整个保守团体的看法 有很大的关联 也就是说 整个世界在开始 更多的西方和东方的对立 那么这个是它认为一个很大的保证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对立的阵营 或者美国所说的新冷战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韩国不选边是做不到的 就是韩国要生成 它必须选边 它必须选到西方国家当中 阵营当中 要在两者之间走平衡末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 我想听听全晓星的观点 是不是在韩国国内 应该是引起了进一步的分裂 确实 那么我们从就是最早 从那个尹熙越的一个得票率的数据来看 基本就是已经对半分了 就是那个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的得票率 然后从后期的一个 就是整个的进展来看 那么无论是尹熙越的一个外交政策 还是它一个大的取向 还是一个小的政策 那么其实在韩国国内 都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 韩国普通民众用观感来看 其实尹熙越的一个整体的外交政策 还是一个 有一方面它又像没倒戈 而且它又没有做任何一个解释 就如果我们经济以后靠不上中国 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它没有对于韩国民众 能做一个很好的说服 甚至说像文在寅时期 那么提出像新南方新北方 这样一种地区性扩大市场的政策 但是尹熙越也看不到这样 基本就是一个完全靠美国走 而且当美国对于韩国的企业 施加很多压力的时候 其实尹熙越也没有一个 做出很好的应对 甚至是听之认之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对于很多韩国的 就是非保守人士来讲 那么其实它会引发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争议 那么尹熙越的这些政策 也成为韩国国内的一个政治立场 甚至是外交立场 进一步分裂的一个根源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就尹熙越在这一次 访美的七天之内 是有一些爆炸性的 这样一个突破性的一些信息 传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4月26号 在美韩两国总统在白宫 举行会晤的时候 共同发表了华盛顿宣言 其中就有要阐述 对朝鲜延伸威慑的各种措施 包括定期派遣美军核潜艇 设立核磋商小组 加强联合演习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 事隔多年 美国的核潜艇 又要来到朝鲜半岛了 那么这样的消息 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滕老师 从现在来看 这个核潜艇 它不是核动力攻击潜艇 它是弹道导弹核潜艇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俄亥俄级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 它神出鬼没 出现在东北亚地区 也比较罕见 但是这一次 跟韩国达成的这个协定 应该说是美国 把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就战略 从海上发射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 部署到这个区域 这应该说 其实是美国得到了 很大的便宜 因为从2017年 特朗普上来之后 美国一直在这个地区 加强兵力部署 所以把战略核武器 部署到前沿 而且不断地出现在 这个地区 它主要是 也要把它的核打击能力 提前到东北亚地区 因为它认为 在大国战略竞争 形势下的话 是有核大战背景的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安排 那么韩国呢 现在确实是非常希望 得到美国一再三的 这种这个确认 就是说 我有美国的保护衫 其实这应该说 也是韩国的一个 比较悲催的一选择 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韩国来说的话 它现在确实是 把自己安全 把自己身家性命 全压在美国身上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那个2017年 特朗普上台以后 那么特朗普总统 就跟文在寅讲 这个前面 2012年达成的 美韩自贸协定 这个不行 这个美国吃亏了 所以呢 逼着文在寅 重新签署一个 美韩自贸协定 文在寅说 已经有了呀 为什么还要签呢 那么特朗普只说一句话 就把文在寅给你挣住了 他说 你如果不签的话 那咱们就讨论一下 美国从半岛撤军的问题 那么 所以我们看到 2018年的时候 那么文在寅参加 纽约的会议到美国 重新签署了 美韩自贸协定 就是说 美国现在拿捏 韩国拿捏得死死的 就通过安全 这样一个保障 就可以控制 韩国的 所有的这个政策选择 现在韩国方面认为呢 随着朝鲜的核岛发展 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现在这个 所谓这个 火星炮18的发展 构体的燃料发展 所以构体燃料的一个核导弹的发展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突破以后 对韩国的 他认为这个核威胁是很大 再加上朝鲜的现在核计划是可以先发这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的民意调查呢 就现在有60% 甚至达到70%要求自己拥合 或者要求美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 那么美国现在讲得很清楚 第一 你不能拥合 你不能违反MPT 美国是不允许日本也不允许这个 韩国拥合的 包括在北约其他国家 第二战术核武器 它90年撤退以后 它不会重新部署 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呢 争议也是很大 为什么美国不愿意部署呢 有人说 这个因为朝鲜的现在核岛能力越来越强 美国有可能成为这个核打击的人士 成为一个包袱 所以它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在韩国呢 实际上作用并不是很大 按照现在像这个俄亥俄机的这个导弹 它的射程是完全从关岛 它就可以达到朝鲜半岛 它没有必要一定要战术核武器 部署到这个朝鲜的家门口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美国也否定了 那么鉴于现在这个韩国的压力 优力越来越大 那么作为一个交换 就是说你不发展核武器 我也不部署战术核武器 但是我的核签你经常到你们家 核签你经常到家 然后建立一个所谓核 磋商小鼠 我们看到呢 这个长期紧绷的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核啊 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 我们看到最早是1958年的时候 美国在韩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但是呢 1991年从半岛撤回了 92年因为这个南北双方是签署了 半岛无核化的声明的 刚才我们也说到 近年来这个韩国的风向 有所转变 而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验 也是在不断的加强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安全困境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刘老师 韩美在核问题上 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温差 那么在东北啊 在朝鲜半岛一样 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统一 但知道朝鲜半岛统一非常困难 如果以韩国模式统一 那么势必也要有一场这个激烈战争 你也要考虑中国因素 如果以按照朝鲜的方式统一 那也是不可能 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选项呢 就是保持现在这样一个现状分裂的格局 那么要保持这样一个现状分裂的格局呢 也就是说韩国包括像日本都不能拥合 如果拥合以后呢 韩国也拥合 朝鲜也拥合 那么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危机的升级 过去美国对韩国有一个要求 包括像盐平岛事件 炮击事件 美国对他要求是说 朝鲜对你打击 你不能随意进行回击 你要通过美国 美韩是一个联合司令部 美国是作为一个主要司令 所以他对韩国是进行管控 这是在核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要求 包括在情报分享方面也一样 刚才我们讲情报分享 所谓的Nuclear Consultation Group NCG和北约的NPG 两者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那么北约的三十几个成员国里边 包括这个核共享 包括这个核管理 包括核运送 包括核部署 它都有 而对韩国呢 美国基本上没有赋予这些声认 你看他这个现在这个所谓 这个Nuclear Consultation Group 里边的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共享 这个共享也是很有限 第二是紧接关头的磋商 如果你在紧接关头还进行磋商 你来得及吗 当然需要美国自己 它内部的程序去做做决定 共同决策 共同执行 实际上后面几个我认为都是序的 所以美国总体来说 就是让你有一些象征性的权利 但实际上不可以主导 美国的拥和的能力 首先说的话 最近几年特别是拜登上台以后 明显的加强对韩国的控制 包括把韩国的军队 把日本的军队 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兵力部署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体系化建设 那么从韩国的核能力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东北亚地区 它是超前的 比方说我们曾经也到过 它抖山公司 它专门制造核反应堆 燃料棒 压力容器 那么其他国家可能还真造不出来 那么韩国它确确实实在核方面 它有这种基础 而且在冷战期间 韩国也曾经有科学家制造出了几克的武器级的核材料 当时被美国发现之后一屁头盖脸给它打给它灭了 所以对韩国来说到它拥合这种情怀是一直有的 美国只是压着它 美国现在为什么放韩国往前走 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在核能力方面 那么它主要还是要把整个一个韩国的武装力量 纳入到它的东北亚地区作战体当中 不管是导弹还是常规的一些武器装备 所以美国和韩国之间永远不会平等的在核问题上 在这个常规力量方面 那么达成平等的这种状态 尽管现在这个磋商的小组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但是从安排来说的话 美国还是要带着韩国 其实韩国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美国的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附属品 一个配角 它根本不可能跟美国平一平座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尹靴这次对美国的访问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他访问之前 其实是推出了几张投名状 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态 包括对日本的态度的变化等等 那么现在看起来 如此煞费苦心的向美国示好 美国有没有给到他想要的东西投桃报李呢 德老师 目前看还没有 首先 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您觉得 想要的首先当然就是一个核 就是现在一个核 延伸威慑机制 他要把这个机制等级化 常识化 第二呢 他是要解决涉滑问题当中的所谓半导体生产 和美国的所谓通胀削减协定当中 没有包括对韩国汽车的补助 那么也没有去解决半导体芯片问题过程当中 三星和海力4SK在中国投资的继续豁免 因为美国现在对他要求给他到十月份豁免 那么他需要继续豁免 因为在中国这个包括西安包括乌西包括大连 这个市场占到40%到46% 这个海力是46% 这个三星是40% 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的利润所在 那么这几年韩国的这个半导体芯片 包括GDP都在下降 所以他对这一块还是非常看好的 那么他需要美国介于担保 就是说他可以继续豁免 所以这个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之间的矛盾 目前还没有解决 所以他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智力成为全球枢纽国家 尹熙悦执意加强韩美同盟 支持率下滑 国内改革受阻 从政治素人到权力巅峰 尹熙悦是否能够扭转混局 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执政一年来 尹熙悦紧密追随美国的步伐 导致韩国外交政策丧失战略自主性 引发国内民众强烈不满 东方卫视记者日前就这一话题 采访了韩国光云大学教授金锡教 过去30年 包括韩中关系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外交关系 一直非常稳定 韩国虽然与美国是同盟关系 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战略自主性 与中国以友好的双赢关系发展至今 但是随着尹熙悦政府上台 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都变得糟糕 与俄罗斯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虽然与日本关系好转 韩国国民几乎都对尹熙悦政府的亲日行为 及其政治行动感到不满 甚至认为无法理解 明明看到了对日本做出巨大让步 但从日本方面获得什么呢 似乎无法回答 金西教用失败二字来评价尹熙悦政府 第一年的外交表现 他认为根源在于 尹熙悦过于积极地配合美国的恶化政策 眼下中美战略博弈仍在持续 金西教认为 美国要将在诸多领域对韩国提出舒华要求 而韩国不应过快响应这些要求 具体来说 美国会要求韩国半导体和动力电池 在未来十年内不再向中国增加投资 但从历史角度看 根据我的估算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美国独自实施的制裁 成功率只有13% 即便有盟友参与 成功率也只有21% 所以我觉得盟友不应该 给予满足美国的要求 而应该发挥战略自主性 在维护本国主权的同时 朝着将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对韩国民众来说 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核心是从现有的 以及世界走向多极化世界 将各别国家掌握的国际经济秩序 向多边主义转换 那尹靴政府是非常忠实地履行 它所希望的就是静美 清日 远华 这样一个政策方针 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内部的文件 在称呼的时候 它过去都是韩中日 谈这个对外关系 可是现在赶成了韩日中 特别是这个外交部 文化体育观光部的两个内部文件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那我不知道韩国的媒体 对自由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我自己的话 就在工作过程当中 因为以前在韩国工作 是有接触到一些韩国政府的一些 就采访的一些通知之类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发现 每次当保守政府就任的时候 那么会喜欢用韩日中这样一个词 而当就是一些进步派的政府上任的时候 会喜欢用韩中日这样一个词 而且这个在韩国媒体当中 其实是最早体现的 就比如像韩国的朝鲜日报 这些韩国保守派的媒体 就很早开始就用了韩日中这个词 为什么用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解释就是 韩国和日本才是价值观上的一致 和中国 就是我是从中国手上赚钱 而我和日本才是价值观上的一致 所以说其实韩日中 还韩中日这样一个称呼 变成了韩国国内辨别 政治派别的一个记号 就是说你怎么用 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立场 什么样的政治派别 这成了一种符号话 我觉得这是韩国国内 从一个称呼这样一个小事情 能够体现到韩国国内的一个分裂 这个隔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但是也看到了这个中韩关系 就面临的这个挑战 那特别是在尹熙越的政府 在任期间 这个中韩关系 未来有怎样的合作基础和发展空间 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我想请问一下腾建群老师 先来看的话 尹熙越采取的一边导政策 肯定会对中国加钱跟韩国方方面面的合作 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一点已经显现出来 不光是对我们到韩国旅游的这种普通的游客 还在经贸领域追随美国 比方说一些市场现在已经退出 而且一些技术合作也中断 所以对于尹熙越来说的话 他必须要调整现在这种两张皮的这种对外政策 必须要保证大国之间平衡 才能使韩国的利益最大化 韩国的现在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走下铺路 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它是负增长 今年第一季度虽然正增长 但也只有0.4 所以这是非常缓慢 整个对华的这个出口现在出现涅差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已经是 韩国的最大的贸易涅差国 这个和过去30年相比呢 它是对它一个打击很大 因为它过去的经济的主要市场 它的发展 它的GDP 它的顺差都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这个点呢 他现在不得不也要考虑商界利益 那么你看看商界 这一次他去美国访问 带来这个122个商界的人士 但同样这些三星 SK这些人也参加了博鳌论坛 也参加了我们全球发展论坛 所以对于商界来说呢 它是两头要选变 而在韩国这个国家 三星贡献的这个GDP 是达到要百分之大概40%左右吧 所以隐序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它也不得不考虑商界和韩国的经济力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不得不要想和中国搞好关系 所以这一次访问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说最后发表的声明 包括记者招待会没有去谈中国问题 除了拜登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以外 涉及华问题 其他这个这个韩国方面没有回答 那么美国方面呢 事先向中国进行通报了 有关这个核潜艇的这个调遣 但是韩国方面没有 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也就是韩国实际上也认识到 如果如此发展下去 它和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最后经济上它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对它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我们再来看尹穴这个人 因为现在是执政一周年 当年他上选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政治素人 可能因为非常偶然的因素啊 在历史上占据了今天这样的地位 但是呢尹穴其实是 没有太多的政治基本盘 然后呢总统又是担任职 他也不需要为连任来做一些 什么样的努力 那么这给他的这个执政决策 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那么他个人我们也知道 他是检察官出身 而且之前呢连杠了两任总统 文在寅和这个朴槿惠 所以他的这个个性也是非常的刚强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这是他的一年的执政下来呢 就是韩国的民众和媒体 又是怎样来评价他的 那么尹穴因为正因为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所以导致说他在从政之前 在政界并没有很多 能够说得上是他的人 所以我们看包括尹穴的外交团队 很多人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 就是遗留下来的很多人是 所以说这又导致一个问题 我个人是认为尹穴他正之所以 会这个大喊所谓的价值观 一个因素因为价值观最好喊 因为他在那个政界 他也算不上有很大的一个政治势力 那么这也就导致说 他只能用价值观这样一种概念 来去圈住很多的保守势力 让保守势力去支持他 甚至是去那个去拥护他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 其实现在之所以 尹穴穴政府能够不顾民众的一个反对 一个反应呼声也好 去做这样一个外交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距离韩国的议会 下一届大的选举 议会选举还有一定的时日 也就是一年多 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我相信的 有下一个点 因为对于如果议会 如果是还是一个在野的 共同民主党占据一个主导地位的话 我相信尹穴穴为了一个执政之路 会有非常大一个战 因为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 实际上美国并不能够给韩国 带来很大一个经济利益 这个是很明确的 它能开的只有空投支票 而对于韩国的很多民众来讲 其实相比于安保外交等等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个经济问题 当经济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亮起了红灯之后 那么它是否还能够像 像现在一样能够大喊的 所谓的价值观念口号 能够去盲目地选择 与美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绑定 那么我觉得对于尹穴越来讲 一个是也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们看到韩联社说 在经济政策方面 尹穴是提倡民间主导性增长 这样一个旗帜 要放宽扶植企业的经营 由此来推动出口的增长 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突破口 而且它在劳动 教育 养老金方面 也是在做着改革的工作 希望能够铲除 少数既得利益者的 垄断利益集团 它的这种做法 能够为它赢得 党内和民间的更多的支持吗 刘老师 这经济方面应该现在来说 它去年提出12个国政议案 它要解决 也就是围绕着劳工 教育 养老金 它提了12大议案 那么现在面临的格局 就是说野大 草小 这样一个格局 国会内的斗争非常截略 那么它12个议案当中 现在只有三项议案通过了 还有九项特别通过 一年多 所以这是他现在面临的 就是说他在国内的私障推进 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就是国内的传统的劳工的 包括这个工人罢工 他在这个劳工问题 在工资问题 在这个包括住房问题 目前实际上他都没有任何解决 所以民众对他应该讲 这个支持率是很低的 但在这个整个支持率 徘徊在30%左右的 这样的困境当中 现在外交还是第一位 对他不满的时候先是外交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经济到降为10% 这个10%的人是对他经济不满意 我记得一年前大选的时候 这个韩国先驱报就说 不管谁来驾驶韩国这辆大巴 都得先把它从悬崖底上吊起来 现在看来这一年时间过去了 尹熹悦有没有把大巴 从悬崖上吊起来呢 似乎并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那么他如果要接下来 继续顺利地完成他的任期的话 而且还想有所作为的话 滕老师你觉得他在内争外交方面 应该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些什么 其实尹薛本现在非常清楚 他非常认知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所以呢他采取政策呢 我觉得有两大背景 第一大背景呢 他就知道 那么能够使他继续这个有执政地位的 或者是能够给他这个出金的 这些这个大的财团 是他必须要这个靠近或者利用的 所以你看他在对日本的态度方面呢 幕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从2018年日韩这个出现了相互制裁之后 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大的这个财阀 大的企业 所以他为什么做出那样一个低姿态 对日本而且甚至用缠媒的状态 主要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解除在经贸方面这种制裁 对于韩国财阀来说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这个卑躬屈膝 不是那么感兴趣 或者不是那么认同 但是呢财阀在后面还是表示表示赞同的 所以他第一个要抓的就是这些后边的大的财阀 因为韩国政治是财阀政治 那么第二个呢就在外交层面 他要借美国自传出海 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不会给他实际性的东西 也不会给那个他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利好 相反美国是在割韩国的韭菜 不管是企业还是这个美元等这样一些这个政策方面 美国其实都在割韩国的韭菜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我想尹虚越要这个摆脱现在这样一个困境 或者是把这个沉在谷底的这个大巴给捞上来 给拖上来的话 那就必须要调整现在政策 就是采取更加平衡的这种对外政策 在尹虚越当选的时候呢 我们节目曾经说过啊 在这个东北亚这片大地上 纵横败河的力量非常多啊 那么希望经历了韩剧一样 跌宕起伏剧选举大戏的尹虚越啊 能够让韩国不再迷航 可是此时此刻 我想这一句话还要继续的送给他 好 感谢三位嘉宾 也感谢第二期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